大家好,我是Mr.敏蘇,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C 2017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ction 8, Question 20 好,那Reference Page,稍後會說到平衡線的,大家記住看著F,Z,Z,三段 F就是Corresponding Angle,Z就是Alternate Angle,Interior Angle就是C 畫面上的三條數計給大家看 基本上也會展示給大家看,F,Z,Z,Z,記住 Corresponding Angle,Alternate Angle,Interior Angle 好,看看題目了,題目就要我們去 去examine三個Statement 首先它給了一個Parallelogram,就叫做ABCD 而且D,A的終點,它就叫做E 然後它就有三個角一樣的,當然啦,這條數出來之後 大家都做到相當之痛苦啦,因為沒有圖的,要自己畫圖的 OK,那我們畫圖也不用擔心合不合比例的,先畫到一個形狀 慢慢想啦,OK,好,另外再給三個角一樣的 第一件事就是AB是否等於BD 好,那我們就先看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Z,就是Alternate Angle 就證實了,上古的角都是Pheta,即D這個角 OK,好,接著之後,由於它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OK,本身那些就是Pheta OK,上古的角就是Pheta,所以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好,這樣就行了,如果它是等腰的話呢 那我們就畫了,ED就會等於EB ED就會等於EB,OK 哦,這樣就行了,三條線都通了,原來呢 旁邊的角都是等腰三角形 我們證實了,角就是EAB,都是Pheta 那有什麼重要呢? 哦,第一件事,我們證實了有一個所謂的等腰三角形 就叫做ABD,即是現在畫面上的一個 ABD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既然它是等腰三角形,那麼AB就絕對會等於BD 那就叫做Side Opposities Equal Angles OK,Statement 1 搞定了,Statement 2 更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三角形ABD裡面,有四個Pheta 就是鋪在內閣裡面,就用三角形內閣 Angles Sum of Triangle,就算到一隻Pheta就是45度 而我們要找的角ABD,就是三隻Pheta 那三隻Pheta當然是135度 Statement 2 也搞定,也是對的 好了,到Statement 3,這個是最低能的 就問兩個三角形,即是現在畫面上高顯示的一紅一六 他們是不是Congurance的?當然是Congurance SSS也可以,這裡暫時 SSS也可以,AS也可以,SAS也可以 SAS都可以,我整理了,所以玩幾十樣東西都可以 那就留意了,由於這個是直角等腰三角形 為什麼呢?兩隻的底角是45度 而另一個直角一定是90度 這個就是直角等腰來的 好,所以答案就是1,2,3,3個Statement都對的 好,這條講解完畢 看看白頭公女畫當年,就是2014年那一條 當年那一條都煩的,不過煩得來就有圖 沒那麼痛苦而已,OK? 有興趣可以回去看看 好,挺有趣的 好,那也是剛才說過Congurance Triangle 如果我教人呢,就是兩邊想的 一提到Congurance Triangle 一會就想證明,一會就想這個 Proprieties 證明呢,我就很強勉強 一定要先記住AAS 因為這個是最危險的 即是如果記錯的時候 SAS,ASA就是姊妹這樣走出來 SSS和RHS就是一個最簡單,一個最特別 所以就會令我四個記住 AAS就是很多時候被人遺忘了 OK,那 SIMA Triangle 同一個想法 甚至乎你問我Paralyzed 都是同一個想法 既有Proof,也有Properties OK? 好,那這個也是Paralyzed的Proof 做給大家看 那你可以有興趣 在Post Writing 截圖 然後慢慢幫你去做筆記 有什麼問題找我 OK,這次的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導你少少的知識 神卻教導你生命有緣的留下士 大家會見,多謝大家,拜拜